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就是這一盒 HOT TOYS MMS 537 復仇者聯盟 終局之戰 Tony Stark Team Suit 在Vanus彈指之後 正如的Avengers集合他們的科技 創造了這一套量子戰衣 去進行時間旅行 集齊六顆無限補石逆轉無限 這套戰衣的開發是受到 Hank Pym 的量子領域探索E所啟發的 戰衣裏面就有Pym Particles 去幫助他們進入量子領域 同時有Tony Stark 發明的時間旅行GPS 去幫他們進行時空間探索的定位 也有Tony Stark 的納米科技 去將化成納米粒子的戰衣 儲存在他們的時間旅行GPS裏面 除此以外其實根據電影幕後的設定 這套戰衣還有Guardians of the Galaxy 變攜式太空衣的全式投影護罩技術 所以這套戰衣是真真正正 集合Avengers所有最強的大腦 最終的科學結晶 好了 講了一大輪 我們現在來看看它的外盒 外盒主要的用色是灰色、紅色和黑色 外盒正面的設計就有像戰衣胸口的部分 正面引有一個Ironman Mk 85 胸口反應堆的圖案 在這裡的圖案上就用了紅色 將它的封套拿開之後 就可以透過透明的視窗 看到裡面大約有什麼內容物 好了 這就是這次Hot Toys裡面所有的內容物 可以看到這次內容物不是很多 首先就有Tony Stark的本體 然後就有一個頭盔頭釣 一個損毀了Mk 50的頭盔配件 一對替換的手型 一組後備的關節 一個電池套裝 最後就是這次的地台、支架、說明書 這套戰衣上面主要的用色是灰白色、深灰色和紅色 在剛剛開箱之後 我對這隻Hot Toys的第一感覺就是 它身上灰白色的部分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灰很多 在看電影的時候感覺上 這套戰衣上面的顏色好像要再結白些 用料方面這套戰衣大部分的位置 都用了帶有滴膠表層的彈性布料去縫製而成 而在胸口、手臂和小腿等等的部分 就用了塑膠分件去增強它的層次感 這套戰衣上面幾乎全部的紋理、線條都是非常還原的 在這方面做得很優秀 而戰衣上面紅色網狀的部分 就容易令人聯想到Antman戰衣上面的紅色部分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這套戰衣集合了大家的科技去創造出來 所以在設計上這裏就保留了一些Antman的特色 在胸口位置可以看到有一個Avengers的logo 這個logo是壓上去的 所以摸下去就可以摸到凹凸 顏色方面這個logo用了黑色 但其實對比電影的劇照 這個位置用反光的銀色才是更加準確的 在它左手手背部分可以看到有時間旅行的GPS 對比上樣板圖這個GPS的款式 由電影最後的設計修正 不過可惜這個時間旅行GPS就戴錯了在它的左手上面 不知道大家看電影的時候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這麼多位Avengers 他們沒有一致地把GPS戴在同一邊 好像Antman就戴在右邊 鷹眼左 Hook 右 Rocket 左 而Tony就戴在右邊 之前Hot Toys、終局之戰、黑寡褲 和鷹眼的GPS都有戴合在左手上面 不過這次Tony這個就錯了 不知道各位觀眾覺得這個GPS大邊邊做不重要呢 我自己個人來說 就覺得電影中段 Tony和隊長決定執行一個臨時加插的任務 一起對標的一幕非常之經典 所以這個GPS的位置是有少少重要性的 不過一時再一時又這樣 的確是挺容易令人混亂的 我也有思考過 為什麼他們明明穿著同一設計的制服 但又有這個左右的分別呢 我就猜了 可能拍攝這一幕這麼經典的一幕的時候 他們不想全部人都是出同一隻手 所以結果就設計到他們人人都戴不同邊 在腰的部分可以見到有一塊銀色金屬色的塑膠件 在電影裡面這個位置是用來放Print Particles的 它雙腳小腿位置套上了一個塑膠分件 有少少的活動性 最後鞋底沒有任何特別的紋理 來到今次很多人都關心的頭雕部分 我都廢話不多說了 直接拿Mark 50的真人頭雕比較 大家可以見到今次Tim Suits的頭雕 和Mark 50的完全是同一個模 不過就有不同的相識 今次Tim Suits的主要是 頭髮的髮色用了偏金色的顏色 另外在笨角和鬍鬚位置 又上了一些灰白色 去令他接近電影裡面Tony的年紀 很多人都想知道這個Tim Suits真人頭雕 是不是就是之後Mark 85的替換頭雕呢? 答案就不是的 我已經問了Hot Toys的員工了 他們的答覆是之後的Mark 85替換頭雕 會用同現在Tim Suits真人頭雕的同一塊臉 不過就有不同的髮型 所以現在手持著Mark 85的朋友 如果你問我應不應該去替換頭雕呢? 那就要看看你有多喜歡你現在手上的頭雕 相信不少玩家都會考慮在這隻Tim Suits Hot Toys的身體上 換上其他Adventures的真人頭雕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換上這些頭雕有什麼需要注意 現在畫面上就有中局支持美國隊長 鷹眼和Antman 2裡面Antman的真人頭雕 可以見到美國隊長和鷹眼的真人頭雕 下面有一個半圓形的連接件 如果想裝上這兩個真人頭雕 就需要先拔走這一個連接件 然後在裡面再插入另一款 和Tony真人頭雕裡面一樣的連接件 才可以將這些頭雕裝到今次的Tim Suits上面 而Antman的真人頭雕 就直接要找一個項部的配件才可以裝上去 我手上暫時沒有這些必須的零件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搜尋一些專門發售 1比6人偶相關配件的店舖 應該就可以找到合適的配件了 好了,放下真人頭雕的問題 我們來換上今次的頭盔頭雕看看吧 這個頭盔用了白色、深灰色和紅色做主色 在眼睛位置用了淺藍色的透明件去做鏡片 可以透視看到底下的雙眼 底下的這雙眼比較一下 其實是上次Mark 85真人頭雕那雙眼來的 不過現在只是露出雙眼 我個人認為問題不大 在設計方面 這個頭盔整個形狀設計 就令我聯想到Antman的頭盔 對比一下 的確兩個頭盔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例如他們上面的紅色線條 嘴巴位置的形狀 耳邊的天線設計都很相似 所以在頭盔方面都有保留到Antman的特色 另外打開頭盔頂蓋 放入電池之後可以打開LED燈 這個LED燈的亮度都挺不錯 可以看到鏡片邊位置有一些白色的點點 比較一下這個位置就應該在這套戰衣上面 用了Guardians of the Galaxy技術的部分 不過裝上這個頭盔之後就有一個挺明顯的問題 可以看到頭盔上面既是白色 戰衣上面既是灰白色 兩者的色差都挺大的 那我就想了 究竟是戰衣本來的設計就是這樣 還是這次玩具上面戰衣的顏色做得太灰呢 在這裡給多幾張不同角度 不同燈光底下的劇照給大家看一下 各位觀眾 憑著這些劇照和你們當初看這套電影的印象 你們認為這套戰衣的頭盔和身體部分 是不是應該是同一隻色 以及究竟應該是灰白色還是比較潔白的白色呢 在這裡補充一個小知識給大家 在電影裡面全部的teamsuit都是用CGI做出來的 電影拍攝從來都沒有將teamsuit的實物真正做出來 可能因為是這樣 所以這套戰衣的顏色會比較難拿捏 但無論是灰白色還是白色都好 我個人認為最起碼戰衣的頭盔和身體 是應該要用同一隻色的 所以這裡玩具上就跟我想像中的有點出入了 手型方面這次只有一對替換手型 這一對是一對放鬆的手型 其中一個玩法就是可以扮演一個啟動時間旅行GPS的動作 另外的配件還有這個損毀了的Mark 50頭盔 在無限之戰和Vanus戰鬥之後 Mark 50已經損毀得很嚴重 在中毒之戰開頭 Tony就用這個頭盔去錄下了它留給Pepper的遺言 這個配件是一整件的塑膠件 它上面戰損的細節、粒痕都做得挺還原挺不錯 內側都有做一些機械的紋理 這個頭盔不可以配戴到玩具的頭上 也沒有發光功能 這個配件主要都是做擺設裝飾用的 地台部分混合了磨砂和亮面 中間仍有一個Avengers的logo 這個logo用了類似Team Suit的用式設計 最後地台的正面仍有Tony Stark的字樣 在電影裡面 Team Suit主要是做時間旅行用 各個Avengers都沒有試過穿著它去戰鬥 所以今次就沒有擺姿勢的環節了 可動性方面 今次這隻Hot Toys的可動性是偏差的 例如它手臂平舉和前後扭的時候 都有非常繃緊的感覺和聲音 大腿部分前後扭都是一樣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手臂摺疊 和大腿兩側紅色網狀的部分 都應該會比較容易出現摺痕 我個人認為今次這隻Hot Toys 它的觀賞性高過它的遊玩性 這隻Hot Toys的原價是港幣1430元 它的配件不多 我覺得它不算是超級抵玩 不過這套戰衣很有紀念價值 看了這麼多年的Avengers 終於在終局之戰 看到它們被Vanus擊敗之後 創造了第一套齊齊整整的制服 為了拯救全世界 令它們終於真正的團結一致 非常之感動 好了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朋友 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